各位观众大家好 智商低于6岁的熬童 我又来了 上次几次几个 这个是太为难我了 我的智商完全不够用 这一个系列 其实这里面的 你别看都是做工啊 看着很考完一的 很可爱的 其实真的太有难度了 这一个的难度 我觉得比之前还要高 它里面像这一个的难度 大家听到我手都在发抖吗 它好像这个的难度 比之前更高 它还带有这一个 所以它估计是要 按照这个固定的步骤 就是说黄色要跟黄色连 红色要跟红色连 你必须按照这几个步骤来插入啊 然后就是你固定的几个 一定要按照这样的规则 难道是连起来吗 它这个就比如 这个红点卡住的 你就必须使用红点在这里 蓝点卡住就必须使用 蓝点这里有空余的卡在这里 然后按照它的不同规则来啊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 你先要把按照这样放好 然后再一个个插入 这一个我估计 我只有初始阶段吧 咱们先来做个十八吧 哇真的有点脑壳疼啊 从来没有玩过这么难的东西 真的我不常玩这种难的东西的 太难为我了 就是这几个卡着的点 就必须用相应的颜色来填充 我觉得还是我第一次买的 这个难度轻一点 我这个还 我这个还 不是吧 不是吧 怎么难 我这个还 小伙伴这个 这个我承认真的是有些难度的 这个真的是有一些难度的 比我想象的要难 是我轻敌了 好 对 好 好 嗯 好 哦 嗯 这样 嗯 咱们 咱们 哇,我真的是小看了这个大宝贝了 我真的有点小看他们了 好吧,那我还是翻个答案吧 好像这几次都能显示我的智商不够 哇,它原来是这样放的,大家看 哦,它这样放的 啊 大哥,你牛逼,这个打你厉害 哇,大家如果没有一定的 我,我这里很,我这里啊,很诚恳的向大家说啊,轻易不要买 真的 这个不是一般性小朋友可以玩的 太难了 太难了,这一个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啊,也请点赞,关注及订阅 但是我想这一期视频放了之后,大家肯定想 不是吧,这么简单,他都不会玩,还关注什么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错啊 大家,这个东西真的是 超级难的 如果大家不信,真的自己买一个回去试一试 真的不是我不用心啊 在短时间内,真的很难解出来的,如果高文 然后,谢谢各位的观看,拜拜 拜拜